无论多严重的血管堵塞 只要你注意了以下四点 血管都会一天比一天的畅通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众所周知,心血管不通 是心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而心血管通与不通 往往是体内气血不通引起来的 气是血之帅,气行则血行 所以气的运行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气血为什么不通呢 从临床角度去总结 这往往和脾胃有关系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 想要气血源源不断的去流通在身体里面 就要调理好脾胃 那平时就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要认真的吃饭 定时定量的吃饭 不能总是有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 或者胡吃海塞 这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如果你平时爱吃硬一点的饭 那么现在就要把饭煮的软一点 平时吃饭的时候要慢一点 细嚼慢咽 让食物在口腔内充分的咀嚼 避免肠胃负担太重 出现肠胃病 第三,调整饮食结构 早餐要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和微生素的食物 为工作了一晚上的肠胃提供充足的营养 而午餐要荤素搭配 保证营养的均衡 可以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高蛋白的高维生素的食物 比如乔麦,高粱,鱼虾,蛋类,新鲜的蔬菜 补充多种营养物质 晚餐就不要大鱼大肉了 吃一些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 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 第四,就是通过中医药的调理 这里包括着中药的药物 也包括着药食同源的药膳来调理脾胃 中医时候将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 强调的是五脏要协调作用 调脾胃的同时可以帮助你改善了 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将脾胃调理好了以后 它的运化功能加强了 气血生化的能力才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不然你吃了再多的补品 再好的补药,脾胃运化不了 它反而形成了弹湿 慢慢的,弹湿反而淤堵了你身体 阻碍了气血的运行 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当然,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是健康养生科普知识 如果你的血管堵塞的问题 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 一定要及时就义 而不是自己去胡乱的吃药 或者拿保健品当药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